大家好 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2月21号 刚才摇了一挂 是关于比特币的价格今后会怎样 这段时间 比特币非常的热门 所以来我频道有很多的网友提出预测一下 其实在年前2月28号 也是应网友的要求已经预测过了 不过是没有发到频道上面来 那时候占了一挂 我的段语是 那个时候是两万千 那个价格 我占了这一挂以后 我的段语当时的段语是 明年总体会上升 特别是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需要注意价格可能会下跌 在夏天的时候还会上升 在秋天的农历会有调控 在农历农历的时候 10月11月份的时候 市场会有波动 那个是去年12月28号摇的这一挂得出的段语 那么今天价格已经涨到五万多了 那么很多的网友提出再占一次 那么我觉得也挺有必要的 因为已经过了两三个月了 那么再占一次吧 那么今天得的一个挂 是刚才摇的 是火地金 一个要动 三要动 就这个挂项来看 和去年的这一个挂 还是相当吻合的 还是吻合的 那么看看 这个挂项啊 火地金 迎月 庚子日 站啊 三要动 那么看看 我下的段语是什么 第一条 目前的价格虽然很高 但是已经接近高点了 可以理解为 强弩之末 后金上升之力 已经缺乏了 虽然现在的价格是五万千 现在的价格 我昨天看的好像是五万千 价格是五万千 但是已经是接近高点了 强弩之末了 后面的动力 缺乏了 第二点 主力庄稼在酝酿 做空的可能 那么高的价格 目前来看 那么高的一个高价 主力的庄稼 或者主力 正在酝酿 准备做空了 现在 还没有不利的政策 但是根据大盘的形式 根据这一个挂项 根据这样的一个挂项来看 很快就会出台 这种不利的局面 那么最快在下个月 价格就会应声而落 就这个挂项来看 和去年的12月28号 这一个挂 相当的吻合 下个月 价格就会下落了 下跌了 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 希望大家把握好时机 盖出仓的时候 盖出仓 不利于 再减仓了 今天是21号 希望能够在10天之内 把你的所有的所谓的比特币 处理好 处理好 把握好机会 盖出仓 出手的 盖出手 暂停一下 瞭望一下 观看一下 这个下个月 它的价格肯定会下调 肯定会下降的 至于下降了以后 什么时候再上涨 到时候再测吧 这是一个 去年测的一个 估计是长期的 总体的行 总体的走势 那么短期的可以另外再测 过一两个月再测一次也可以 没关系 好吧 这个关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 这个挂项 我们今天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观看